姚主席又放大招了,姚明,中国男篮红队,将参加NBA夏季联赛,中国巨人从NBA退役回国后,从姚老板到姚主席身份,也渐渐发生变化,自从姚老板当篮鞋主席这一年多里,他对中国篮球的贡献,大家有目共睹,从CBA裁判制度改革,国家队一分为二,建立竞争机制,到国家队实行邀请制等,球迷纷纷较好。 最近,姚主席又出大招了,那就是中国国家男篮红队,参加NBA夏季联赛,早在2007年,中国男篮曾经前往美国参加过夏季联赛,如今已时隔11年,对于男篮红队在战NBA夏季联赛,球迷表示能够很好的锻炼中国篮球队员,感谢姚明给中国男篮带来新的变化, 按照赛程安排,中国国家男篮红队,7月6日首先和灰熊队交战,7月7日和森林郎队交手,7月8日对阵提胡队,7月9日迎来猛龙队,7月10日最后一场的对手还没有确定,值得一提的是, 既中国球员丁燕宇航代表网队参加夏季联赛,而周琪将代表火箭队参加夏季联赛后,又由一中国新面孔代表NBA球队出战夏季联赛,中国小将阿布都沙拉木将代表勇士征战夏季联赛,这个NBA夏季联赛可热闹了,中国男篮红队,还有三个国内球员,都将出征夏季联赛,大家坐好符稳了。 下集中,大同样的电视力,李克台rez、将杀盛 我寄制设计与���